王子之前的对我爸妈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然后直到我第一次的跟他替分手的时候吧 然后他在我家楼下守了两天两夜 绝食 最后闹得民警都去我家敲门去 然后解决这个事情 然后破忧耐嘛 然后就跟他继续又和好了 然后直到第二次吧 下了班呢 我刚一回家 然后就看他从包里拿出一把折叠刀 就架在脖子上 梅德你别说了 你别说了行不行 分手就要自杀 他这个行为有点太极端了 当时有点都吓得我爸妈了 然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去夺那把刀 然后我就把刀夺过来了 但是我也摔在地上 而且还不小心被他划伤了 这 然后我是真没得他都闹到我父母面前了 然后我还是就又跟他和好 但是我从这次事件以后 我就已经不想和他在一起了 然后直到第三次吧 他在他家里给我打电话 你还有完没完啊 他很凶地告诉我 说那个如果半个小时内不到他家的话 他就开始要自损 你觉得这个女孩为什么会做出一些这么极端的事情 可能是因为他从小也可能父母离异嘛 然后可能感受不到关爱 其实我真的我也不想伤害他 我也希望大家帮他 然后能让他以后不要做那么极端的事情 能自己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然后我也希望他能死心 因为我已经现在有女朋友了 是 我们俩 我们俩刚好不久 他们分手之后我们才在一起的 早上我七点半准时在他家楼下 那八点他准时出门 中午正常从公司出来吃饭 晚上正常回家 等他家灯溪了我才会回家 看不见不太远我不存在呀 现在短信这么发达 微信 视频都可以 他工作忙 有一回我们俩在那个咖啡厅里面喝咖啡 那是你叫我去的 那是因为你无限的住场 我实在受不了 我想让你知道我有女朋友了 我就想你有怎样 那好啊 你让我看见吧 你领着他去我家楼下吗 你何必叫我呢 何必呢 我见到他才知道王子的事 他当时情绪特别不管这样 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啊 你告诉我 你明明知道我跟他在一起 你为什么要想男朋友 我没有想你男朋友 那现在在干嘛 你们已经分手了 我俩才在一起的 好 你要多少钱我给你 你说嘛 开价嘛 王贝赛已经不爱你了 主持人 我们俩今天来的目的 就是希望王子以后不要再打亏我俩的生活 我问你